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冰冰已获得不少国内外大奖 演技为什么依然经常被吐槽 虽然被人吐槽 但范冰冰却问心无愧 每次被问到演技的时候也应答自如 而网上也会传过各种范冰冰为了演好角色而付出的各种努力 但影片上映后 似乎付出的努力和获得认可并不成比例 反倒是电影的票房有不俗的成绩 而在最近几年 范冰冰只演了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 可谓是拿奖拿到手软 国内外颁奖典礼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本以为捧着一座座奖杯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称赞 然而即使面对这些奖项 观众对于范冰冰的演技并不买账 她依旧一如既往地吐槽演技差 范冰冰由最初的小丫头走到今天这一步 以她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娱乐明星她是成功的 但作为演员却是未必的 她一高一低的美貌和做作的表情经常让人分分钟出戏 或许是时刻想着经营自己第一美女的形象 但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演技真是王道 不过我们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看到她出现在荧幕上了 作为演员需要实验很多角色 有些人演什么像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去贴合了每一个角色 但还有一种人很奇怪 他们好似只会一种演技 演什么角色都一个样 虽然也不像虽然演员演技那么差 但也是演技堪忧 口碑下滑 唐烟算得上一个 因为她总是接一些傻白甜的角色 似乎这类角色很好塑造 但是演得多了 观众也会看得乏了 其实唐烟街的角色也不全部都是这样的 也有豪门 千金 王国公主 还有一些偶像剧女主 但是她似乎只会这么一种演技 一直被吐槽没演技 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有所突破 她的演技被很多网友吐槽 许多网友吐槽她的表演十年如一日 还在演傻白甜 虽然有尝试转型 但是她的实力不允许啊 不过唐烟没有刻意地炒作自己 一直在勤勤恳恳演戏 这一点还是很好的 一个演员做不到演什么都表演到升华 但至少演什么要像什么呀 唐烟不管演什么都在演她自己 而每一个她自己里都住着一个小公主 于是率真的赵莫生变成了缩头小公主 千金女贼又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国民小公主 希望以后堂堂可以好好磨练演技吧 很多人说杨幂演技有多差 其实是挺差 因为杨幂的演技只适用于几种角色 就是那种大小姐 拜金女 任性小姑娘 反正如果是和她有点像的角色 她诠释的还是不错的 反正不至于不出戏 但是如果全是一个和她本身不一样的角色 那真是分分钟出戏 作为一个科班演员 杨幂有演技吗 一太觉得是有的 杨幂与胡歌一起飙戏的时候 你能说她没有演技吗 雪剑在一太的心目中 一直都是白月光的存在 一个没有演技的女演员 怎么可能把雪剑演得这么深入人心呢 但是为什么大家又要说她演技差呢 也许很多小伙伴都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拍摄时间的问题 一太查了一下 杨幂最多的时候一年拍了十一部戏 被称为拼命三娘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就拍了一部 这样拍出来的作品要好看 那才怪了 为什么国产剧这么难看 为什么国产剧年年都出一堆烂片 这可能就是原因吧 杨幂最多的时候一年拍多少部 一共二十部 平均一个月不到就是一部 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只在数量而忽略质量 只可能就是演技一直没办法提升的根本原因吧 高圆圆一直都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但是自从和赵又廷结婚后 高圆圆就开始专心经营家庭 特别是孩子出生后 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伴孩子的成长 现在孩子也成长到了可以忙事业的时候了 高圆圆现在已经开始付出拍戏了 但是却备受吐槽 高圆圆的剧《光荣与梦想》播出后 这部剧中高圆圆是饰演大人物 可是剧照简直把观众给雷住了 照片中的高圆圆状态非常的差 而且气质对于她演的人物也有点不符 妆容看起来非常的疲惫 眼睛也没有光 整张脸就是一副沧桑的样子 之前因为高圆圆的人设太女神 剧照出来后遭到网友们的疯狂质疑 高圆圆很有气质 这个必须承认 没有人怀疑她的美丽 但不得不说她演了这么多年戏 依旧没有什么代表作 她的很多角色很有深度 她却演得像一个呆呆的木偶 不得不承认演戏这东西需要天赋 她在荧幕上美丽却让人感到不自在 看完她的作品你根本不会回味她的角色 像一块嚼一下就吐掉的口香糖 她现在的年纪已经差不多到演员中年危机了 不过中年有中年的好 只要自己能正式地认准自己还是有市场的 刘诗诗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但是女神的演技一直都受到网友吐槽 外演什么角色都是感觉木木的 而且诗诗的眼神感觉很茫然 有点瞎 早前的步步精心还是可以的 之后的电视剧就很拉胯了 她生子付出后的首部作品就扑得很厉害 哪怕欠得自己还要流量朱一龙助阵 这部剧的收视率也难挽惨淡的局面 除了剧情尴尬之外 刘诗诗在剧中的演技也被人质疑 作为内地曾经的四小花之一 刘诗诗自出道以来因为气质独特受到圈内的欢迎 和吴奇隆结婚生子后 把事业重新捡起来 没想到却连续遭遇口碑崩塌 也有能力受到很大的质疑 这其实除了和她有一段时间没拍戏有关外 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她私下的功课和努力做的不够 其实刘诗诗诗和温婉的路线 更应该注意磨练一下自己眼神系 迪太还是很期待可以看到诗诗新作品的 杨颖虽然拥有逆天颜值 但是她的演技却曾被喷惨了 电影被爆拍古装剧 呼风不自赏拿了八千万片酬 网友直呼她配吗 关于杨颖那可真的是话题不断 围绕着她的话题总是有那么多 比如整眉整容如何攀上的黄小明 如何有心机有没有演技等等 谈到她的演技好多网友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去评价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 呼风不自赏中养颖的一些镜头用了抠图 很多观众吐槽get不到她的演技 这部剧也一直被大家戏称呼风抠图王 在里面掩影的演技依旧是干瞪眼 跟之前令人大尴尬的云中歌相比一点进步都没有 可以说是她毁了云中歌 创业时代中的纳兰 持一族的女强人形象 不仅自己才貌俱佳 事业有成 独立 还能在伴侣的人生道路上提供助力 分忧解难 可惜了这样一个丰满的角色 凭借杨颖的演技完全撑不起来啊 男友出轨 他面无表情 人家激情澎湃 他还是不之所以 就连台词都念得不是很顺畅 更不要说深情并茂融入角色了 演技不像海绵里的水再怎么挤也不会有的 他到底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应该拿大满贯的呀 不过他真的很适合惊鸿一撇的美女角色呀 希望他可以多考虑一下自身的条件 找到自己适合的戏路 据静医可谓是自带话题 靠着四千年每年从出圈 从来不缺热度 但是演技实在是无法言说 他出演的嘉南传刚上线就被频频吐槽 主要是被吐槽妆容千拼一律 不仅和如意芳菲高度相似 还被指抄袭红楼梦 同样是古装造型 相似的妆容几乎没有改变 不可否认的是 居静医的颜值确实很高 身着古装也能吸引一大批观众 但不知道是化妆师偷懒 还是造型师省钱 每次的妆容就肤显了事 毫无创新 观众们免不了审美疲劳 他第一次演云西传就直接爆红 确实是块演古装剧的好料子 但不要一个角色演得好 就全部一个套路 这样就容易给观众们 形成刻板的印象 容易去尝试一些新的角色 可能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大家对于女演员毫无演技 去大火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仪泰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斯一泰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斯一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